善恶中有报 经常去阴曹帝府的都知道 阳间作恶 阴间受罚 比如这个女鬼 生前罪孽深重 来到阴曹帝府后 受尽了十八层地狱酷刑 阎王爷伐其先在娇烟洞 受尽烟熏火烤之行 随之带往阴风谷 受尽寒冰凛冽之苦 这里刺骨追心 哭喊无声 紧接着又被送进霹雳霞 受电击摧残之行 直至化为青烟 魂飞河散 被还原后 女鬼又被带往福谷池 受尽油尖烫皮之行 直至发烧皮裂 行消体烂 这还没有完 随即女鬼又被带往夺魂林 受毒蛇撕咬之苦 总之辗转轮回之苦 生生死死 福后无门 为人自诚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女鬼趁阴差看守不严 她就爬出坟头来到了阳间 飘飘荡荡的就去寻儿子 起料 刚来到家门口 黑白无常就追了上来 一个勾魂锁 就将女鬼困住 女鬼赶紧哭哭啼啼 说上天有好声之地 他们母子情深 祈求黑白无常 能够让他们母子见上一面 黑白无常倒也通情达理 顺水推舟就给了她一个鬼情 放倒对面 放倒对面 而此时的儿子 已经出家当了和尚 阴阳相隔的母子 再次见面 那场面十分感人 当小和尚得知母亲 在地狱受尽酷刑时 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非得让母亲留下 但母亲自知罪孽深重 她不怨天不由人 并且还劝儿子 一定要行善积德 救济世人 就在这时 黑白无常出现了 一把拽过女鬼 就要拉到地狱继续受刑 小和尚孝心可嘉 大声地喊道 即使是下十八层地狱 我也要跟随着母亲 代受惩罚 此日 小和尚就把昨晚的事情 告知了师父 并表示 要下地狱救母亲 师父塌了一口气 只是说了一句 地狱无门 小和尚救母心切 转身就拿了一把菜刀 要自杀 此时的小和尚 很天真的认为 只有死了 才能去地府救母亲 自杀不成 他又跑到山顶 准备一头撞死在石头上 结果师父又出现了 师父就劝说 一心求死的小和尚 你的母亲在地狱里受苦 乃是天命所为 不如你替她念经赎罪 待你念完千遍大藏经 度化世人 一心向善 你便可得到成佛 从而救出母亲 跟你同生大罗天 其料 小和尚问了一句 是真是假 师父也不直接回答 只是说了一句 认真便是真 做假真如患 师父所说的话 小和尚也听不懂 一心想要救母亲的灯 跋山涉水 来到了天之崖 企图能够寻到地狱之门 或许老天爷 也被小和尚的孝心 所感动了 一个雷就将其 给劈到了另一个地方 刚好这里有一个喝酒的老头 上前一问才得知 这里就是地之角 此处上通天庭下达地府 凡是上天者就要逆流上 稍有不慎 不仅上不了天 反而还会被激流 给冲到地狱 而下地狱者就比较简单了 只需用一片树叶 化作小船 直接就能够来到殷曹地府了 那么小和尚能否来到地府 救出他那 正受地狱酷刑的母亲呢